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第八轮的一盘对局 尽管由于此前两人都赋予了中国台湾的占一点期段 已经无缘冠军 但这盘棋事关中韩的一个对决 同时又是争夺亚军的一盘棋 所以依然非常的关键 王城直黑 王城的棋受AI的影响非常大 他本身就是一名非常非常刻苦的棋手 有了AI以后 他几乎把之前的一个布局的AI 已经研究得非常透彻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一些招法 现在确实已经是非常时尚 就一看就是 就跟AI就是研究得非常透彻的一种感觉 像33架这个无缘角 包括他现在下的 有时他也会下这个 反正这个布局 他现在还有的时候下这个 就之前我们也讲过 都是一些AI特别推售厂的一些布局 其实拆这个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见一点 更多的是点33 低杆还是点33比较多一点 如果比如说走成这样 白旗长 黑旗飞 这样的话是比较稍微常见一些的一个格局 实际上走这个 白旗也可以考虑挂 黑旗比如小飞白旗拆一个 当时在准备车盘旗的时候 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图 白旗飞 黑旗走 白旗靠这个的时候 黑旗拖些了 这确实让我就是无法理解 按照这个 就觉得这手旗 感觉一百目打这个力 按照我们小时候学习的时候 像这个 像这样的一个旗行 如果不力的话 是要被老师揍的 这个旗怎么能不力呢 你如果这手旗不力 简直就不会下旗 现在是成了这样 这手旗他还觉得不一定是马上走 这个只能说下的围棋 真的已经不是跟以前的一种围棋了 当然也可以挂这个 黑旗如果飞这个的话 白旗拆一个 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局面 所以黑旗点赛赛或者挂脚都有 下面靠一个的话 这也是非常时尚的一个下法 时尚白旗既然选择手脚 那黑旗这手旗张旗也很大 作为布局来看 黑旗下成这样 肯定是无不满的 随后白旗面临了一个选择 如果让我下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这个 我可能会选择这一手旗 可以预料的是 如果黑旗AI照法 肩冲白旗再跳起 这是我觉得这两手旗 因为黑旗的模样中心在这里 有必要限制一下 如果黑旗正的话 我就跟着跳跟着飞 白旗这已经实地化了 然后黑旗这里将来 白旗各种手段还比较多了 比如说点了贴下 点了贴下 或者碰或者吊这个 各种各样手法 黑旗离这里是实控 还是比较遥远的 所以在这一单下方说 我是觉得这手旗 不比这手小 如果黑旗这手旗 在这里的话 那我可能会选择 这里限制一下 而现在模样在这 加拿大白旗这种打弱 还是很现实的 所以我更想下这里 但实际上白旗走这个 不能说它是恶手 这也是个人的旗风不同 选择不同 黑旗兼抽 金向天这名 也是韩国的后期之秀吧 他拿韩国的业余国手战冠军 是在韩国 大家都被认为是一匹黑马 现在韩国都认为比较强的 有江之勋 许荣洛 这些是比较强的 而这匹黑马 曾经也参加过去年的一个商旅杯 我曾经和他有过一盘对局 可能那盘期 他不发挥吧 就下的不是特别好 而那次商旅杯 他整体成绩也只获得40多名 应该说但他能拿韩国业余国手战的冠军 能代表韩国参赛 本身肯定也是很具有实力 至少也很有冲击力 但可能这次世界一位锦标赛中 他的压力也比较大 是不敌了台湾的那个 中国台湾的战役点 然后赢了那个 日本的春上升的盘鞋 赢得非常非常威胁 加 白旗这企业可以考虑逼这个 这一代白旗这个尖冲啊 是典型的AI招法 我们刚才向大家介绍 王成是对AI研究非常深刻的一个起手 像这种招法 像布局这个开局 包括我现在觉得 他前50手应该电脑全跑过了 他对这个AI确实研究的非常厉害 就现在大家这个训练手段都很先进 我经常看到他就是拿着手机 远程自己的电脑在研究AI 所以下成这样的话 白旗一加这个 事当我觉得还比较少接点 这次白旗往这拆 或者往这个逼 甚至这里走 我觉得都有这个感觉吧 这个我觉得还是稍微有点 要走我也是想走这个 黑旗如果正白旗再走 白旗更实地一点 他可能是怕正吧 正了走这个被正住 他觉得感觉不太好 但其实白旗走这个黑旗也是可以正 白旗走这个黑旗一飞 同样黑旗也可以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而这手机对黑旗这个模样的压力不大 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然后黑旗跳完以后 这两手其实不好攻击 黑旗很清零 所以黑旗下到这一手的时候 这也是AI推荐的一手 大家当时可以看 Alpha Go Alpha Go Alpha Master时期 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旗行 走这个随后再下手拖 这样的一个变化特别多 当然我觉得黑旗这旗也可以考虑先正一下 这也是大事的要点 白旗拖 随后黑旗这个拖又这个时机 拖是一手 就是走成这样以后的一个后续手段 其实这一贴二三四都是只有一定的连贯性的 这个拖本身就是很令人头疼的一招棋 白旗这个加以后其实并没有改变这部拖的严厉性 首先如果白旗扳的话 黑旗一反扳 白旗有点难受 这个旗行确实有点难受 白旗吃 黑旗就立 白旗走 黑旗管 这个是让黑旗白旗很头疼 接下去白旗怎么下 要动电脑筋 白旗如果吃肯定不行 吃黑旗长 白旗就算冲 这里是愉快了 但接下来怎么收拾呢 白旗如果虎的话 这被冲的已经打吃已经稀里哗啦了 这个上面已经崩了 白旗只能走这个 那黑旗即使断了 甚至另一个断 白旗都很头疼 黑旗狠一点 还可以把这个给立了 走之前立了 立了挡也不行 不过就它简单的 黑旗把这个走了 白旗如果吃了 黑旗再把这个吃了 这个白旗也不能满意 那于是吃可能也不行 白旗可能是要单拖 单拖黑旗粘上 其实黑旗可以进行个弃子 打完了立活个脚也可以 甚至把这个弃了 挡下弃了都可以 取得先手和味道以后 再从这里攻击 也是可以考虑的一个图 这个托确实挺来应付的 这也是 我认为正是有了 这一步这一步以后 才是AI喜欢这个 尖冲的一个道理吧 如果没有后续手段 其实很多 AI的很多招法 我们还不能理解 最主要是我们还没有看到 它的很多的一些后续手段 只有看到它一个后续手段以后 我们才能明白 这手棋到底好在哪里 或者能不能为我们所驾驭和应勇 就比如说像这个中国流 AI经常会靠这个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肯定不知道什么意思 然后要看到各种以后 各种各样的以后的一些系列的变化以后 比如说它想走这个 它的一个理想图想下成这样 走成这样一走 下成这样一个图以后 我们才明白 原来它是想干这个 如果长的话呢 它觉得这样白痴立一下 搬了一虎 这个就不错 这个我们也就可以明白 但如果有些系列一些很虚无 缥缥下法 比如说它在这个时候 特别喜欢 有的时候就掉一个 掉一个并一个 这个就我们有点更 无法理解 这两个究竟便宜在哪 但也要看到后续招法 但有些中央的一些后续招法 不是那么好理解的 所以学习这种招法的就比较少 而相对这个碰了斑 里面一些招法就具体一点 所以模仿这个招法就比较多 因此说不是所有AI的招法 我们人类都必须要去模仿 只是我认为 就是还是要选一些 自己能够理解 自己喜欢的一些招法 像这个拖就给对手 制造了很大的一个困难 就你懂了很多AI的招法以后 然后在实战中予以运用 再予以体验 再予以总结 这样的话这骑力自然而来会增强 所以这不拖很厉害 白旗如果走这个 这也是有的 扳 黑旗顶住也可以 甚至兄弟继续往里扳 撅取实地也可以 实际上考虑再三 对手韩国金向天觉得 这骑没有办法扳 一定要反击 这不反击 这骑确实不好下 黑旗断也是 千万别去活脚 活脚这个就外面全碎了 白旗就是立一个沾或者立 黑旗都不好 这活脚活一个小脚把外面弃了 这个就没有大局关了 斑也是一样的道理 白旗打吃 随便打吃一尝 甚至单尝 那这几个字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都贴在外式上 所以一定要以大局为主 断 这个断 又让白旗十分的头疼 白旗实战的一个下法 多多少少有些俗 我觉得白旗这几个 可能还是要考虑力 尽可能让黑旗少一点借用 黑旗走这个 白旗再拖 甚至白旗跳 黑旗走 白旗沾 黑旗估计 我估计黑旗没有心情去活这个脚 而是要选择弃子 弃子白旗再一段 先把这拿下也好 黑旗再震 那白旗再往这想办法 往这飞回来 往这飞出 都是可以考虑的 实际上这个长 我觉得 这个弦啊 绷得有点太紧了 这个下法如果能成立 尽管很严厉 大概 但如果能成立的话 肯定很好 但实际上这个旗型太危险了 黑旗顶住 先虎住 以劲制动的好手 看你怎么硬 你首先白旗如果吃这个 挡住 我们先不说这个 这扳这一下 就已经够让白旗头疼 为什么这么说呢 白旗走这个 黑旗吃 白旗沾 黑旗可以通过长器 再一粒 再一粒 这个白旗有点吃不消 白旗局部跳的话是不行的 跳的话黑旗有挖一个的好手 所以黑旗利 白旗两边都差一气 收这个的话 黑旗走了一扑 白旗打黑旗提掉 白旗慢一气 收这个黑旗也是打了一扑 同样白旗慢一气 所以这白旗局部也只能走这个 走这个首先黑旗可以拖 其次黑旗小尖 我们可以看 小尖不行 小尖被搬死了 黑旗走这个也不行 走这个白旗一粒以后 这杀不过 所以黑旗可以拖 拖局部是成一个结针 但这个结针 白旗有点重 白旗基本上只能马上拐过 这个图总体来说 白旗不太好 被黑旗牵手 如果万一结打赢了 活了这么大一个脚 有点吃不消 况且黑旗即使这挡一下 白旗也已经不能满意 拐过是必须的 这个子还是要想办法联络 但拐过 这个看来 这个韩国这个金向天 这旗还下得特别的撑 但从这个质感来看 这旗黑旗相当的勉强 白旗相当的勉强 黑旗立 白旗走 黑旗扳下 非常苦这旗 白旗断 这也是没有办法 这个被扳下 粘上就没法看了 黑旗就已经不肯 这简单活小了 黑旗要跟白旗杀了 爬出去 因为这旗现在 白旗这有个字 这旗外面的价值 大于脚上的价值 现在因为外面黑旗 这一个是模样型的 白旗这也是模样型的 如果紧去活一个脚 被外面吓厚了 就经常得不偿失 所以黑旗爬 黑旗要尽量把旗转到外面去 把这扳 黑旗扳一下 停 滚 实际上我觉得黑旗这首旗 有点过于追求 黑旗还是应该先把这个扳了 我觉得黑旗完全可以扳 扳白旗只能吼 这是黑旗在虫龙的一场 白旗走 黑旗即使在把脚弃了 让白旗吃脚 吃完脚将来留有余味 是个打劫的余味 这个样的话白旗很苦 黑旗抢的主动就先飞出 这黑旗自然就限制了白旗的模样 所有黑旗的模样没有得到损失 而且脚上有余味 这样的话更好一点 黑旗实战长一个以后 他可能认为这下也长得着 长不着的话白旗已经亏了 但白旗这时机敏的转身了 先把脚给吃了 白旗转身 先把这个断了 这个时候断 先把这个断了 他觉得这个断要紧 这里面就已经建核了 黑旗先走这个 白旗搬 其实我觉得这骑黑旗 还是应该彻底来走这个 走这个其实也是可以 但他可能觉得简明 就先走这个 白旗搬着 但接下来一步 我觉得是黑旗的一步问题手 搬着我这时都还没有问题 我觉得黑旗还是必须要活着 这里的价值太大了 走这个 再搬 白旗走这个 黑旗就算爬了次掉 把这块旗做活 就算把这旗就 补了做活 这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 这首先 目数 将近要三十目起 然后白旗这个跳的话 黑旗由于有这一带的借用 黑旗也不怕 加上这刺到一下 这块模样也并不是不能破 就是碰一下 靠一下 都有各种手段 所以这里的活旗的价值 非常的大 实际上黑旗不活 黑旗把这一阵 看上去是掌握全决主动权 但实际上反而给白旗抛掉包袱 白旗打持非常的厚实 这个补了以后 黑旗顿时显得很无趣 这次 白旗 黑旗顿时显得很无趣 本身打完以后 这里还有各种借用 现在打掉以后 这里借用都没了 所以这一步正是一步明显的问题 说 有些超支过急了 如果打持做活完 即使走两个也好 将来黑旗还要靠这样的借用 碰啊靠啊之类借用很多 这个被一手旗打干净以后 这里面的味道和这里面的味道都没了 而且本身木树也有三十木 也要比这大 这是一步明显的问题说 一下子白旗 就是反而变成优势 本来黑旗打持的话 应该是黑旗优势明显的一个局面 但实际 镇完被白旗吃掉以后 反而成为白旗优势的局面 现在这个局面 可能走完以后 王晨可能也是对这步旗 有些后悔 按照本手来讲 黑旗这旗还是要走一个 但走了以后 也有他痛苦的地方 可能他担心白旗绞进来 黑旗也不一定好吃 像碰这个就是很难对付的一手旗 白旗黑旗如果搬要杀 沾着肯定杀不了 沾被白旗一搬 基本上已经活了 如果要杀这个只能这么杀 但白旗这跳是先手 这一走基本上已经是一个活性了 根本没有那么好杀 如果黑旗要杀的话 只能走这个 走这个白旗 白旗再断一下 一吃 也同样不好杀 沾的话 这里味道非常差 像这点一个 靠一个之类味道非常差 提的话 这里再给白旗多个子 这里也不好吃 所以也是有所担心 他觉得走一手 也不一定吃得住 那也可以看出这手正的一个不当之处吧 你走完以后 你就算吃了你的木树也没比人家好 况且留下的味道是极饿的 实际上他想了一下以后 把这补在这里 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我就让你活吧 你如果活了这一块 我这里自然成空 这手旗本身也有一手旗的价值 但这个白旗还是很机敏的 飞出 继续寻求一个战斗 一旦跑出 由于白旗这里厚了 所以黑旗这块自身还是有点危险 所以一切的一切不当 还是这部正 是一部非常明显的问题 像之前这个拐 之前是否搬了虎 都是一些小的问题 而这部正的话 问题就比较严重了 黑旗飞 实战白旗看来进入状态 点一个是好奇 首先黑旗切记 黑旗千万不能爬 爬这个就是彻底完了 白旗就顶过 白旗就顶了一扳 这个就彻底完了 黑旗实战是爬这个 白旗靠 长 这下得非常清楚 这一段白旗表现还是非常好的 黑旗粘 那这时就可以看出 白旗这部的好处 本来黑旗肯定会贴过来 而有了这个交换 不敢贴了 贴了被白旗唬了一打吃 这手搬太舒服了 这个时候 这两手其实无论如何交换不到 本来的话 黑旗可以搬住 而这两手也可以看出这个点的时机 但黑旗要想走 做出这样的一个反击 确实也有些疯狂 白旗就走 这几乎是白旗 黑旗一定要把白旗给吃了 如果吃不掉的话 这损失太大 所以这个爬应该也是一个正确选择吧 王生的旗一直是比较冷静的 后半盘非常强 现在有了AI以后 它的前半盘也明显增强以后 所以说综合实力进步还是非常明显的 白旗飞 断 这个时候断以后 白旗很想做一些腾挪 实战白旗下发当然有思路 但我觉得白旗也可以考虑 在这里再靠一类的腾挪 黑旗如果走的话 白旗就靠这样来出头 反搬的话 那太愉快了 白旗搬这个也可以 甚至打的冲出来也可以 打的这样冲出来也可以 甚至搬这个也可以 这就借上劲了 黑旗如果虎的话 白旗可以反搬 白旗可以考虑在这一方面动点脑筋 实际上白旗下的也很好 跳这个 适应手 看你走哪 黑旗作为黑旗来之后 肯定心不甘情不愿 不能让他这样就度过 白旗一反靠又是好吃 这一代白旗确实下的很好 黑旗如果坚果被白旗车穿了以后 这一代管又会产生先手 对这里一代的战斗产生根本的变化 所以黑旗冲这个 白旗断 这于是就成为了一个必然吧 走这个 随后白旗这一接 这都是有计算的一手 这一代交换以后 优点是白旗这里下硬了以后 开始反击 而缺点是这里多了一冲 实际上所以双方旗还是有一定的必然性 走这 黑旗如果还是硬要挡的话 这个战斗黑旗有点苦 可以预料白旗会这么下 这个图好像是黑旗是有点挡不大柱 甚至白旗可以先尝一下 这个都是让黑旗很头疼的一个下法 所以黑旗这旗实际上觉得一手boss 也是拼得很凶 所以白旗冲 这已经是有点让黑旗为难了 黑旗如果尖的话 白旗跳出 这个已经杀不动 黑旗冲断 白旗团 黑旗提 这个白旗脑袋还在外面 这个白旗一挖黑旗就没什么气 所以这个根本杀不过 黑旗想了一想以后 只能小接 一段 这形成了一个转换 这个转换明显是白旗便宜了 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简单判断一下形式 白旗线固定的实地已经很多了 这里 即使这里不算木 但不能算白旗收起吃 白旗随时一打的话 就全那个吃回来了 至少这里点成不收起吃 8 9 10 11 13 20 21 22 22 23 23 26 34 35 34 43 43 点到这就已经有50目的实地了 这一单 你怎么也点个30目总要吧 这三手旗 那全盘白旗50目加这三手旗 80目的样子 黑旗呢 11 19 23 34 45 46 点到这一些全围上60 如果这一单你要点个30 90 但关键第一个这个白旗下 第二个白旗把这里已经是黑旗全吃住了 但黑旗显然白旗还有借用 比如说这里一代掉一掉 白旗在这里一代掉的时候 每一手旗都是有价值 关键这个时候白旗下这点很重要 因此应该说下到这个局面 应该是白旗优势的局面 随后也充分体现了韩国人一种风格吧 掉这个 像这个感觉 我是觉得 我不知道其他中国汽车有没有 就我是比较少有这种掉在这样的一种感 我总是想往这一代走一走 比如说掉这一代 这是某样的中心 一方面我还想瞄着连回来 因为这里将来冲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件事 如果连出来的话 白旗甚至还有可能反攻倒算 另外一个 要掉我也是想往这一代掉 将这里走走 浅销在这里确实是很少的一个感觉 黑旗还是要反击 这首棋反正也是充分体现韩国人一种风格吧 韩国人业余棋手都是一种后半盘行的一种棋风 说到这里 我们也可以聊一下现在世界业余的一个大的一个格局吧 应该说经过这些年的一个发展和变化 其实这十多年甚至二十年都没有变化 主要还是中韩业余争霸 然后日本啊 中国台湾朝鲜有一定的冲击力 日本最大的一个缺点还是一个老化 就像05年的时候 我曾经和70多岁的菊池康郎下棋 但他第一 他状态确实保存的保持的非常非常好 就下起来丝毫不落下风 这是令人惊讶的 包括山内亚南先生 山内瘦子女士 这些都90多岁 他们还能迎棋 这在中韩期间是不可以想象的 一方面说明 日本对这个静止寿命的一个保持 是有他独到之处 但另外一个就是年轻骑手出来的速度 还是比较慢 日本的职业棋坛现在确实有了一种崭新的现象 但来到业余棋坛的话 日本确实年轻的业余棋坛涌现的比较小 像大观年也好 春上升也好 还没有足以撼动 平岗葱这些 就已经是年龄快到50岁这样的 棋手的一种 没有 这个在中韩棋坛是很难想象的 然后其实朝鲜啊 中国台湾这些棋手 扮演了一个搅局者的一个现象 经常有的时候能赢 但要拿冠军比较难 但中国台湾的占一点是一个意外 例外 他已经拿了两次世界游戏比较赛冠军 都是拿了一次世界游戏比较赛冠军 拿了一次韩国的国务总理杯的冠军 也是世界游戏比较赛冠军 这个都是非常令人惊奇的一个现象 他确实连续立刻中国韩国的棋手 还是非常有冲击力 首先他棋非常有冲击力 而且他也很年轻 现在也是不到30岁278岁的样子 很有冲击的一个棋 而这次世界游戏指标赛就是这样 中国台湾的占一点气段 连续赢了王琛和金向天 拿了冠军 而王琛和金向天都赢了这个日本的春上升 所以这盘棋就是绝第二第三名的一盘棋 所以因此也可以看见大家整个业余棋界还是很混乱 前些年韩国的业余棋手 在中韩的一个大规模的比赛对抗 往往比较发挥的比较出色 而来到世界业余棋界标赛的时候 每个国家只能出一个人的时候 或者韩国国务总理杯的时候 又是中国业余棋手发挥的更好一点 因为各占上风 而近些年韩国的整体的业余水平 由于受到了一个定断的一个扩军 也是稍稍下降了一点 但总体来说 中韩业余争霸的一个大的格局还是不变 而日本朝鲜等等 还有中国台湾等等 还是也非常具有实力的 朝鲜这些年参加的一个成绩 相对来说下滑一些 可能跟他们一些训练的一个环境 包括对手也是有关系的 从总体来说 世界业余棋台还是很热闹的 欧洲棋手也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高 相信这样的格局 还会继续保持一段时间 好的 我们继续回到实战中来 像这个时候 这一步掉我们讲 掉的悬点还是非常妖娆的吧 所以黑棋小飞开始反击 白鞋下的很简单 就跳一跳 可见这个时候 韩国务业余棋手 就用我们数据要估得不行 这其实确实 他觉得明显优势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好那么多 黑棋钉 所以本身白鞋就算掉了 再走这个也是走得着的 黑棋不可能把这个子放在这里 王城肯定觉得这起经不太好了 像这个就是比较拼搏的一个下法 再刺 白鞋再飞 这个白鞋只 用我们的话说 就下的比较消极 这几招棋 确实有些不知所云 意思就是你只要别全尾上就行 这鞋我已经是形势不错了 他肯定把这里点了远远不止三十目 他觉得这里我只要多几个子 这基本上都成空 但实际上没那么简单 黑鞋这招棋稍微有些超之过急 白鞋一顶以后 黑鞋反而是有点不好下了 黑鞋这鞋 确实黑鞋可能考虑先把这个啃了 或者在这里先想点办法 先冲击白鞋比较好一点 实际上走完以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问题出在哪 黑鞋冲 这走完以后不冲反而尴尬了 你本身就是要逼着追究白鞋的鞋 你如果往这一回一退 白鞋一个沾上 这空其实黑鞋控很虚 冲断也是没有办法 白鞋先手沾一下特别舒服 黑鞋不能走这个 走这个的话白鞋这一靠 这个黑鞋已经扛不住了 黑鞋如果冲白鞋就冲 走白鞋冲 这黑鞋崩了 这一旦如果下来的话 首先目数大大缩事 白鞋可以考虑就冲掉再靠 黑鞋如果往这一代做货的话 白鞋再靠了一靠 这几乎就没什么目了 这黑鞋 所以这个鞋型黑鞋必须拐住 拐住以后 首先脚上的味道很差 像比如说这走了 走了这里一冲断 这里黑鞋的形状都很差 更主要是白鞋这里 把包袱给甩了 这个局部怎么样不好说 在这样白鞋一个优势的局面下 尤其在韩国骑手这样一种 风格的一个情况下 像这样实在是 应该是黑鞋不愿意的 一切究其原因 还是这首鞋有些超值过急 这下得很平稳啊 白鞋其实如果形势差一点的话 决心往这里面长更严厉一些 虎被黑鞋虎住着木树还是 黑鞋木树收获还是很大的 长的话白鞋还不太好围 只能这样围的话 那太委屈了 当然这时候黑鞋不能省 如果不走的话 白鞋就一个个往里走 黑鞋就已经吃不消了 这一个就一个个往里拱的话 这个黑鞋已经 说是空间几乎就没有了 只能虎 白鞋这时下得很简明 先冲这个 其实白鞋可以 完全可以考虑先冲这个 这个没有必要先冲 再冲这个 这时如果黑鞋再跟着走的话 这鞋基本就安乐死了 白鞋搬 再一断 黑鞋肯定不能反击 反击的话 走这个白鞋一拐 这黑鞋不能 如果走这个的话 白鞋一立 这就全死了 搬的话 白鞋这还能长气 长了三气 再把这个断了 也不行 所以这已经是 如果走这个一样道理 白鞋走这个一长 这黑鞋吃也不够 就只要白鞋最简单的 走一走 这黑鞋吃也不够 这只能 如果只能打吃的话 白鞋长 黑鞋爬 走 加拿来还要忍受这一下 这一下忍的 简直就不能忍 这个吃这个的话 这又被人吃回去 即使不吃回去 这里也要补三个 况且还随时白鞋 有吃回去的一手棋 如果黑鞋挡住 不想让白鞋 这个粘肯定不行 粘被白鞋一爬 这脚都快活了 如果挡住的话 白鞋就算粘 黑鞋滚 这局部也是有棋 这局部也是一个缓一气节 这个对了黑鞋来说 受不了 如果只能再补一个的话 那这棋还该白鞋一下 白鞋就算走一个 让你活个脚 黑鞋都输飞了 所以这个时候 这也是王称一个强项吧 王称的后半盘 确实非常的厉害 尤其在劣势的情况下 特别能搅 所以他开始拼了 掉这个 这确实制造混乱的一步好手 蛋白鞋这一靠 这个实地的收获也是非常大 因为黑鞋先跟着硬的话 肯定输 只有扩大鞋盘 还有一点点盛望 顶 白鞋飞 下到目前为止 应该说 除了这些掉的一个选点 是我们可能 理解的 对此理解不一样 不能说他坏 就是有些奇怪 其他的一个表现 金向天这盘起的表现 应该说是 还是非常强的 和之前那个 就之前半年以前下的一个 伤旅杯的一个表现 坎仁称是判了两人 应该有可能是状态的因素 也有可能确实也长齐了 白鞋搬 因为赛前 我们在帮王城准备的时候 我们一直觉得 可能是中国台湾的 占一点更难对付一点 因为他起比较冲击力 而这个金向天 从之前商旅杯的表现来看 比较普通 确实是比较暴冷的一个身份 拿到韩国国手占的冠军 我们也帮他一块看了 金向天很多的棋谱 就觉得主要对手还是沾一点 从事后判断应该也是这样 但从这盘棋 确实 王城可能也是发挥的不太理想 像这盘棋 布局像 如果他状态好的话 绝对不可能是这里被爆死 这个阵肯定是一部明显的问题手 这一代的像战斗 像比如这一调也下的有些问题 这两个阵都是有些问题 但从这里开始 王城开始 渐渐的进入了一个状态 其实作为骑手来说 一个状态还是非常重要的 白棋长 这个时候局面很简单 黑棋必须要在这里搞出点事情来 如果没有棋的话 全围上就靠这种掉一辆下的话 这棋铁定要数 我们刚才讲白棋点到这的话就50 如果这里白棋这里全是空的话 65 67 79 80 这随便微微就要100目了 黑棋稍微掉白棋就算退浪一点 就要100目了 而黑棋的目数 10 11 19 23 30 32 4 2 3 4 4 5 4 5 4 5 7 5 8 6 4 6 5 6 6 6 8 1 8 2 8 8 4 90 9 1 94 99 100 10 20 3目的样子 就黑棋如果浅销的话 铁不够 一定要先活着脚 再把这压缩 这确实是有难度 但有机会 黑棋实在再冲一个 再冲一个 白棋我觉得这部棋有些匪夷所思 他我觉得也是这个 就为了撑这点木 但这个断点还是非常现实 王春这时的一个表现 就感觉就像是 闻到血的一个鲨鱼一样 开始靠 随时准备要断 这个断点白棋 这部棋确实太有问题了 也是感觉有些心态有些失衡 这个棋手经常会这样 有的时候觉得退一幕 形势也不错 但我这棋帮一下 也暂时没看到你有什么棋 况且这里还差着木数 但这个确实没必要 随后这几步棋以后 就吓得白棋又想撑住 其实白棋就算让它活个脚 二者必得棋就可以 这已经是有点危险了 白棋在搬 这一下子 白棋一直吓得很从容 突然一下子 这里吓得特别过分 走这个 随后这步棋 我觉得已经是 对手也有些心态失衡的一招棋 看来韩国棋手的弱点 还是在战斗力方面 它有的时候 正常的时候战斗 包括腾挪 怎么样 都还可以 但有的时候 韩国棋手就一锤子买卖的时候 尤其要图吃棋的时候 总会出现问题 这其实感觉 白棋的感觉还是拐 或者在这并一个 这黑棋其实本身并不好做货 实际上这个 它飞这个的话 感觉 一下子就有了机会 黑棋在这一段 这感觉已经是 进入一个状态了 其实这时白棋 还有回头机会 就先把这个挡死 让你在这 腾挪 你如果说这个 他可能是比较担心 这个顶之类的 顶我就给你一点 这里我就亏点目数 顶完以后 你这个子的活力也减少 这样还是白棋要赢 实际上白棋 什么都要 白棋补在了 这个拐的位置上 这步棋又有些 令人匪夷所思 在黑棋点这个时候 这次逆转的味道 就很浓了 这里的味道太差 尤其大家要注意 黑棋这里有一部 一路飞的好手 如果只会尖的话 还不够 只会尖的话 这将来 打吃 我们可以看到 脚上是半个打结眼 白棋爬 白棋有这个 扳的手段 是个打结眼 而黑棋一路飞 是部妙手 打吃是黑棋的决心 白棋不走的话 黑棋这个是个经典的 做活手段 白棋只能点 这只有黑棋 就获得先手一个眼 这里面一旦 先手一个眼的话 那这里的空间 想象空间就太大了 所以这一代 白棋的下法 太过分了 白棋实在打吃 黑棋跑 要知道白棋这块 其实大龙没有活干净 像这个下法 风险很大 打这个也不行 打这个被冲 这几乎已经是出奇了 黑棋自身出现的问题 白棋完全没有必要这么下 像这手棋和这手棋 都没有走在棋的位置上 长 那是走 黑棋贴 这个白棋又开始要动脑筋了 这里肯定要防断 如果不补断 走这个的话 被吃一蘸就出奇了 如果走这个也补不住 走这个黑棋一断 像这里的各种各样的味道 一打吃几乎就已经出奇了 只能冷静自补 黑棋一般 考验白棋 你跟我打不打结 走这个的话 就直接 这个结针就开始 黑棋长一个也好 甚至再顶一个也好 白棋能走这个 黑棋顶 这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走这个 黑棋就虎一个 走 不管白棋走或者小尖 都无所谓 黑棋就打吃一飞 或者走这个打吃一飞 都可以 这一贴 这个就已经活了 当然这是挡都可以 挡有点复杂 还是飞吧 飞基本上AB两点 必得其一 黑棋再这样活一块 这么大的 已经活到白棋空里去 这已经要逆转了 所以白棋这个事 也没办法了 只能拼这个 一方面要破这个眼 一方面要把自己气给尝出来 黑棋打吃 再沾上 依然考验白棋 这个时候白棋已经是很困难 很困难 怎么办呢 这个沾上肯定又完了 我们讲的还是这部飞的好手 那这个时候 白棋可能也就只能是再继续拼了 先断肠器 首先如果沾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局部 这里局部杀得了杀不了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白棋要靠这个杀黑棋 简直是天方夜谭 走这个 这局部黑棋就算飞一个 这死活肯定是没有问题 尖一个也可以飞一个 死活肯定没有问题 那白棋想一想 也顾不得要目了 当初断这个的时候 挡住这个事物的要目 现在为了长期 又把这个给损了 黑棋粘 所以我们在这一带的战斗中 也可以看出 其实吃骑真的是那么的不容易 你看看下去 黑棋一个子都没有 但实际上走了走了 走了几个以后 就感觉到处都是骑 另外一个也可以感觉 王称也给大家上了很好的一课 就是骑虫断出身 只要有断点的地方 就算在岩石里面 就能都能砸出一些新的变化出来 这个时候白棋只能跳 黑棋再长 我们讲这块白棋不活 当然如果白棋这是活的话 那就没有骑了 白棋如果这样已经是活劲的话 那白棋随便贴贴就可以了 就把一路贴过去 把这围住就可以 但关键这骑是不活 关于这里的死活 我们一会再讲 长 白棋又不敢粘 粘的话黑棋一跳 这个也完了 白棋只能贴 贴黑棋 先抽 走 断 白棋扳 走 局部白棋这里是扛住了 应该说是扛的 应该说是非常非常辛苦 这个也可见 这个韩国骑士 局部的计算力还是没问题 但他在这种 攻杀的一个整体战斗中 还是韩国骑士的一个弱点 黑棋 走这个的话 白棋一立 这个都没问题 白棋肯定活了 但战斗继续延 蔓延到这里 黑棋一长 还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个问题 白棋不能随便贴 贴的话就得以堵这块棋的生死 这个显然是黑棋所不愿意的 白棋所不愿意的 但其实这棋白棋只能贴的 走还是只能堵这块生死 像这个就没有办法 走这个 黑棋拐 白棋跳 白棋千万别走这个 这个的话被黑棋一小间更难受 白棋如果挡 黑棋一挖 这个想必骑友们都已经看见了 如果能在实战中下出这样的局面 那是再愉快不过了 一打吃 就是正好这个子发威力把白棋给争了 这个先手的话 白棋只能走这个 那黑棋随便贴 那这已经走 即使悬崖雷马走这个 黑棋一虎 白棋同样也没 拿黑棋没办法 走这个 白棋如果扳 黑棋断 白棋打吃 黑棋就粘上 这样AB两点 黑棋必得其一 同样如果走这个也不行 黑棋粘 白棋走 黑棋吃 白棋打吃 黑棋粘 白棋这个两个断点连不上 那这个真的就没有办法了 已经是 只能跳这个 白棋走这个时候 我相信了 对局的时候 那个心里已经是 已经是虚了 至少已经是慌乱的 所以黑棋长 就从感觉上来讲 这棋要出棋了 走这个 所以王城这棋已经下得很保险了 打吃这个 这也是非常保险的一步棋吧 其实本身也没有什么问题 像这个靠了断 应该也问题不大 他先打吃 白棋这个已经收不了兵了 如果是靠这种收兵 黑棋把这两个先手抓了 白走这个 黑棋再把这个管 这个 恐怕很难引 这一代感觉也轰掉了 白棋四五十目棋 将来这靠一个收关 这个很难引 白棋于是也拼了 只能走这个 作为白棋来讲 肯定从当时的意愈啊 挡住这个的时候 肯定没有会想到 杀成这样 黑棋断 这下得很清楚 再打吃 通过棋子再把这一靠 这基本上联络 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黑棋断 白棋退的时候 黑棋只要别大意 黑棋别去吃这个 而选择顶住 这两个子的作用就帮忙了 所以这一代 王称确实充分发挥了 他的一个特点吧 确实特别能搅 在这里尤其其中 断除身 这一代下得非常出色 打吃 打吃 好 这一代下完以后 局面就简单了 所有的焦点 聚聚集在这块 其实生死上 所以我们 有的时候我们强调 大家就骑友们 多做死活体 死活体尽管枯燥 但确实很能涨齐 我们在这里也正好 可以聊一下 死活体的一个重要性吧 就很多时候 像这盘棋就发现 这个就最后两个战斗 都是直接以死活来决胜的 当然其实棋聚中 死活的作用 远远不止这样 更多的是一种 计算力的一个体现 下棋的一个根本 还是计算 不管是以前的 以前的时代 还是现在AI时代 主要最重要 计算永远是根本的 任何一个职业的顶尖骑手 或者是职业骑手 计算都是非常强大的 而死活体的一个锻炼 与其说是锻炼一种 具体的死活能力 更不如说是锻炼一种计算能力 在计算中 谁更准确 失误更少 或者说能看到的部数 算路更深 那无意就更正确于优势 好 我们继续回到实战中来 前面的所有铺垫 就像最后底盘一样 揭开是这块棋的生死 首先我们来看 白棋如果是这个 虎这个 黑棋 点 走 尖 这个变化很简单 白棋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下法 还是要虎这个 虎这个局部是一个打结 打结的话 这棋变数还是很大的 黑棋只能打这个 走这个 但黑棋有这种各种概念 这个结黑棋不能随便找 找的话白棋提 这里有棋 走这个的话 白棋打吃 黑棋粘上 白棋贴出 这局部是有棋的 黑棋走这个 这个结就大了 如果打起这个结的话 白棋这种结都肯定能找上来 这样的话 谁输谁赢 还真有点不好说 包括白棋这个提也是结材 黑棋关键没有必要 黑棋可以慢慢打 就不要去找这个结 就打这个结 黑棋不用去找这个 就一个个打这个结 这个结打输了 黑棋还能扛一扛 而白棋像这种结 黑棋可以硬 而且黑棋这里都有结材 打结的话 其实是黑棋要赢的一盘棋 所以当时这个韩国 韩国这个棋手 确实也很鬼 他应该是看到 以韩国棋手的失误 韩国棋手棋的失误特别少 像韩国棋手的失误 肯定很少 他肯定看见这个 然后他觉得打结不行 是走这个 给对手出难题 其实这个黑棋就算简单搬战 只要下出打结 由于黑棋这里有本身结材 像冲了点 黑棋这个结 损失打输了 损失并不大 像冲了点都是结材 只要黑棋搬战 白棋走这个 黑棋甚至这个搬了 走这个也死了 这其实应该是怎么 都是不好活的局面 他先贴 就制造黑棋的失误 实际上黑棋先点 这本身也并不是一部 特别有问题的一手机 但产生了一段变化性 所以可以说 任何一名高手 确实都是特别能搅的 就逆转能力 搅的意思并非是一个贬义词 在我们这里是一个包义词 在围义词 他就是特别能逆转 就特别在烈士下 特别有招 像这个局面 像这样 局部看已经死了 白棋如果搬 黑棋走 白棋立 这个就已经死了 所以实际上白棋走了这个 这个其实当时 我也在看直播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什么意思呢 一加 然后随后一首棋 让我瞠目接舌 这首棋 王城这部棋 出现了一个致命的失误 这棋其实黑棋只需要沾上 我们先看实战 白棋一打尸 走这个 白棋再一加 这一下子就完了 黑棋立 白棋走这个 黑棋如果走这个的话 白棋粘 这局部是个双活 这是个大眼 黑棋不能走这个 走这个被打死了 走这个的话 白棋一粘 就是个双活 黑棋这下子铺不到了 如果没有这两手棋的交换 黑棋是搬 白棋走 黑棋打尸 而且有了这两手棋的交换以后 黑棋铺的时候 白棋可以走这个 这一下子就完了 但其实这个变化 完全没有必要这么下 黑棋可以沾这个 白棋走这个 黑棋不要打 黑棋铺一个就行 白棋吃这个是不行的 白棋吃这个黑棋就走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棋 王生实际上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他以为走成这样 依然也是打结 这个结他的负担更小 白棋这个 他因为还是要打结 但实际上白棋可以走这个 在走这个时候 白棋铺一个是好手 黑棋铺的时候 白棋不会再提了 也不会提这个结 而且会打直这个 黑棋这个规则上是不能粘的 这个自杀棋是不行的 就算粘吧 现在能作业 走这个 白棋再打而还一 黑棋提 白棋粘 这个局部其实是一个并不难 其实但这个时候 也就是心理方面很重要 在快要到胜利的时候 在一个误区 一个盲点吧 所以下到这个时候 一加的时候 这棋其实黑棋 已经是万劫不复了 所以黑棋这部加 是最后的败招 非常可惜 如果沾了这一扑 这棋就没有任何变化 局部已经是近死了 所以就一招不胜吧 就满盘皆输 可以看出啊 这盘棋 世界夜围棋锦标赛 争夺亚军的这盘棋 双方应该说 还是发挥的很出色 各下的半盘好棋 前半盘 韩国的金像天选手 下的非常的好 应该说一直保持着优势 而王车两部正 多少下的 有些失水准 也状态不是很好 而后半盘 在一个局部的绞杀中 王车显示 它的一个优点 它擅脚 后半盘能力强的一个优点 它的关子都是非常出色的 但非常可惜的是 最后出现了一个 比较低级的一个失误 一个盲点 导致了好局痛失 应该说 还是非常可惜的一盘棋 好的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